老公,人家訂了一間Villa哦 啊,又度假,不是要存錢買房嗎 我是訂了鳳凰Villa 哇,竟然有千坪花園 十五項休閒公社,回家就像度假耶 而且花園比房子還要大呢 還有我最愛的游泳池 耶 龍大營建,Villa生活 十年防水保固,二治三房 07-398-5555 鳳凰Villa 本節目由生鮮食材科技出品 歡迎收聽數位趨勢降止讀 我是K大叔吳俊文 我是快領域專欄作家王維宣Vivi 我們今天挑了一則專文 是來自於聯合新聞網 它的標題叫做Siri太笨 然後Apple想研發LayChat GPT 它的前工程師說 很難啊 這樣子開一場 那前面說這個蘋果它的前工程師 他直接向這個紐約時報表示 蘋果的語音助理Siri 不可能像這個OpenAI的這個Chat GPT那樣的強大了 然後美國人工智慧研究實驗室OpenAI 他在14日他就推出了GPT4 是 強大的能力可以從圖片敘述內容 並找出笑點 參加各種考試也都名列前茅 是這樣子啊 對 所以他被外界大大的稱讚嘛 說他非常的強大 那現在傳出蘋果 Apple也從Siri下手 想要做LayChat GPT 不過呢 蘋果的前工程師卻搖搖頭認為 蘋果目前似乎還沒有辦法實現這個願望 那網路媒體Insider就報導啦 他曾經在2014年改進Siri功能 並於2016年離開公司的蘋果前工程師 他直接跟紐約時報表示了 蘋果云助理Siri是不可能像OpenAI的Chat GPT這麼的強大 是 他認為這個Siri能夠回答像是天氣如何 你能播放這首歌嗎 等等 都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問題 他是透過這個資料庫去提取大量的單字 因此只能夠有限度的從這個單字來理解你的需求 若要了解更多 則需要透過工程師增加新的詞彙來因應 而增加新詞或是短句子 需要花六週的時間才能完成 那即使是更新 這個Siri基本功能 也需要數週的時間嘛 更別說是像是Chat GPT的 這樣子的一個即時搜索功能 可能需要耗時一年才能建置完成 你丟個問題可能一年才能挑出來 那蠻討厭的 他表示這個Siri的代碼已經過時而且複雜 那也有網友因為這個Chat GPT的出現 才發現為什麼Siri那麼笨啊 那Siri一年比一年笨 這種說法都有 根據了解 這個蘋果Siri團隊一直在低調測試AI的語言模型 不過目前仍未發布相關的產品 那除了蘋果的Siri Yamashin就是Amazon的語音助理Alexa 他也陷入了困境 那該公司的Alexa部門在2022年 他虧損了30億美元 結合台幣大概是91億左右 那被報導稱現在正處在維持生命的階段 是 這個為什麼這麼重要 就是我們一直說 他是第三個 所以會有第三個層次的一個破壞式創新 他代表的高度其實是這個高度 所以才會這麼重要 可是我們Vivi在最近會出刊的 這個經濟日報的專欄上面 他有自己非常獨到的看法 他就請Vivi 他本人 我們抓到這個本人 來現身跟大家解釋一下 對啊 在路上被抓到 是 是 我覺得蘋果其實為什麼要發展ChairGPT呢 那我們都非常清楚嘛 蘋果整個維持他公司營運 很大一個部分是來自於他的硬體 也就是iPhone的手機 或是Mac 或是他的手錶 AirPods 那一直以來他在應用服務上 做的好像都不是這麼的到位嘛 沒錯 那我們先投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說蘋果真的要做ChairGPT 他會甘願做老三嗎 因為第一個做出來的是 他的死對頭 微軟投資的OpenAI嘛 對對對 以前就有很多的廣告就是 Apple跟微軟會互拍廣告去笑對方 他們就是余量情節一輩子啊 是 那他的第二個去釋出這個語言模型比較大的公司是Google嘛 是 那Google就是被蘋果開了隱私權政策之後 就是很甩他廣告收入的冤兇之一 所以說如果蘋果現在要做他只能做老三了 是 那他有必要往應用服務 也就是ChairGPT這類的生成式AI發展嗎 說得好 因為他的蘋果的價值就在他是數位會的領頭羊嘛 是 這個發號施令的人他怎麼會裸為是第三嘛對不對 非常道理 而且其實我們以前也很常分享嘛 在數位經濟的這個場域裡面 就是先進者是有一定的優勢的 是 後進者他的優勢就會很明顯的比較弱 差太多了 對差太多 甚至於根本沒有存在的價值 是是是 那再來是蘋果一直的商業模式就不是以應用程式為主嗎 是 所以大家聽到這邊 你們覺得蘋果真的會想要做出一個更好更放 可能要先花十一年才能追上現在的ChairGPT的 蘋果版的ChairGPT嗎 是 所以他就想要跳到第四個level 直接滅過這個level對不對 就是所以大家一直傳聞說 他會在第四個level 我們所謂的新分領 提出他的AR或是VR或是M嘛 現在反正各有各種的說法對不對 是 相較起這個比較軟性的東西 其實如果他還是回歸在硬體的部分 是是 那再來是 就是我們元宇宙這個話題已經吵了一陣子了 是 那他的全球銷量其實好像也是稍微的 不怎麼低 對 不怎麼低 你真的講話蠻直接的 是 是 那我們也還蠻期待的 因為唯有蘋果這樣子 有這麼強烈的細粉能力 是 推出的硬體 是 才有可能讓我們的虛擬世界跟虛擬穿戴裝置的場域更加的成熟 是 所以比起你要去發展軟的ChatGPT 我們更希望你還是認真的去把你的穿戴式載具做好吧 是 因為再怎麼樣講新汇流 它還是架住在一個新的一個硬體device上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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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苹果是相關的 沒錯 如果完全bypass硬體只剩下像ChatGPT這麼software oriented這樣子的一種方向 可能不是他熱衷的啦 那在我們的書裡面就是 開啟元宇宙三十堂 看懂科技賽局 三十堂開啟這個元宇宙商機的話語人文課裡面 就強調兩大元宇宙成功的原因嘛 嗯 一個沒打破口我們就不要講 另外一個我們就是看 其實看的就是蘋果啊 全世界都看它 特別是在2025年有沒有辦法賣到一億台 我們的感覺一直是一億台才是 成為一個大市場的一種基本的一個起跳的數字 就是一個門檻 是 所以今年最重頭的戲 一個前的GPT 一個蘋果出不出 這個A啊或是V啊或是N啊 是不是 非常的 他理得非常的清楚 是 他當然想要越過這個啊 這個東西是屬於你們第三個level在玩的東西 跟我本來就不一樣 我幹嘛要這樣 大概已經兩個現在那麼 一個已經那麼紅了對不對 對呀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我們在講的是什麼嘛 是 而這個第四個level ARVR或是MR有蘋果推出 他成功 才有可能談到元宇宙啦 就是第五個那個level的東西 才有可能成真嘛 沒錯 但是他忽略了 其實他也很要仰待了第三層次的 欠GPT 所產生的各式各樣大量的這個數位啊 的內容 或是這個3D的那個內容 對不對 嗯 否則他 你關一個載具沒有content 還是成不了事啊 是 他可能也必須要注意到這一頂啊 嗯 以上的內容報告在這邊告一段落 我是柯大叔李玄文 我是跨領域專輯 這樣我李玄VB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